欢迎收看金融漫温度的节目 好 那我们今天指数是开低走低 因为昨天在美国股市呢 也非常戏剧性 其实最近美国股市呢 都是震荡很大 就是说那你常常在早盘看到的 跟收盘看到的都不一样 那震荡很大 大涨大跌 那每一次大家很恐慌的时候呢 开低以后就冲上去 然后大家觉得要涨的时候 冲快又又下来 好 所以美国当然还是稍微弱一点点 那但是呢 每天的震荡幅度都非常大 那毕竟昨天美国股市跌的比较多 好 所以今天台股呢 那开盘之后今天是开低 那指数在低档震荡 好 先看今天指数是 开低以后再低档 那尾盘的时候又下来一点 所以今天收盘的时候是 跌了108点 在9674点做收 成交量900多亿 那这两天大概会先维持在这个量 那预计到耶旦节前后这边 就会正式转强 好 所以其实呢 那么量缩稍微震荡一下 那也非常合理 那其实倒是也不用觉得 也不用觉得很不好 因为其实它就有一个区间 你仔细看它就是一个小区间 那这个区间里面没有上去 那也没有下来 好 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那大致还是维持这样 不过其实重点 重点是在个股 个股差很多 那其实这就是 现在年底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讲很久了 跟大家讲说年底的时候 当然就是旧换新嘛 当然就这样嘛 因为2018年就剩下没几个交易日了 再来就2019嘛 然后到2019的时候 当然全部都新东西 对不对 因为每一年产业也不一样 每一年有的人上去 有的人下来 对不对 有的人会更好 那有的人只有持平 好 所以到年底的时候 当然就是准备新东西嘛 那资金也在转了 所以有上有下 对不对 所以合起来就变成是指数 变成一个小区间 它就是这样子 因为有的人往下嘛 那有的人往上 所以年底的时候 当然你就是要 要跟着一起换了 刚跟着一起要换了 那尤其是换明年 要大爆发的股票啦 那个就差很多 好 所以今天指数下来 其实跌比较多的 大部分都是旧的耶 大部分都是旧的 都是今年前面好的股票 对不对 今年前面涨很多的 或者应该说 是今年上半年很旱的那一种 那最近跌比较多就这些 那其实这就是资金再还嘛 对不对 资金再转还 那资金从旧的东西出来 那所以你看今天 这是中美金 对不对 今天是创新低 今天再创新低 那到底不是说 到底不是说有多不好啦 只是说明年成长力道 就没有今年强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今天中美金 对不对 创新低 那环球金今天也一样是 近期的低点 那所以这不都旧的吗 都是旧的东西嘛 那更不用说果具 对 这个也是旧的嘛 那其实前低也非常近 也是非常近 那苹果里面 这不用说我提醒你的嘛 那今天也是创新低 所以也是开高以后就下来 然后今天续创新低 所以都是旧的东西 要跌的都是旧的啦 那反而新的就非常强啊 就差很多嘛 这就是资金再换啊 资金再转换嘛 资金从旧的换到新的啊 从明年没有那么好的换到明年好的嘛 明年没有成长的换到成长的啊 没有爆发力的话呢有爆发力的 所以差就差在这里啊 所以年底其实是最重要的时候啊 因为你买对的话其实是最容易赚钱啊 最容易大赚啊 而且本来年底的时候 就是要买明年新的东西啊 明年大成长的股票嘛 明年获利要倍增的 明年产业大好的 就是买这种啊 那完全就差很多哦 对不对 差距很大 来看今天指数是跌108点 那今天省顿 有没有 今天一样 开高走高 那差一档涨停哦 今天是差一档涨停哦 那如果不是指数跌108点 大概就涨停了 只有差一档 好 那么今天一样大涨 有没有 一样大涨 那这个明年大成长的嘛 所以就差很多哦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 我这样跟你讲而已啊 法人也是这样嘛 大家都是把明年不成长的换到成长的 把明年没有那么好的换到明年够好的 对不对 然后明年没有爆发力的话 没有爆发力的 对 这就差很多啊 那省顿明年的获利就是 就是倍速成长啊 谁就非常强 那当然 现在是2018剩下最后几天嘛 那再来就到2019啊 那到2019的时候市场焦点会在哪里 还是会讲明年大好的股票吗 对不对 到2019的时候大家一定是讲说 谁2019会大好 对不对 谁获利会大成长 对不对 谁会有倍速获利的成长空间嘛 那当然都是这个啊 那到那里的时候全市场的焦点 还是在2019好的股票 所以现在就先动手啦 现在资金就是从明年没有那么强劲成长的 把不成长的换到成长的 把不好的换到好的 对那大成长 那倍数以上成长 那明年神盾就是这样嘛 对至少是二十几块 那随便估都二十几块 随便怎么估到二十几啊 那又很简单又很 应该说又很 比较保守的基础去估 都是估到二十几啊 那所以 现在股票才多少 对不对 那当然就长嘛 而且如果跟今年比起来的话 就是倍数 就是倍数成长 那当然这一块是 少数明年大好的一个产业 因为 是明年新的应用嘛 那今年这一块其实东西 新的光学指纹辨识 今年应用还非常少耶 非常非常小耶 今年是很小很小的份额 那明年就开始爆发了嘛 对明年 大陆大概就是1.2到1.5一支 那整个Android手机更多 对不对 那但是这些还只是 整个全市场的大概 十几%的渗透率而已 那还刚开始而已 那后面 还要再更多嘛 后面还要更大嘛 所以就是本来今年 还没有出来的市场 今年只有一点点的 明年开始爆发 对不对 就开始爆发 那爆发以后的话 那市场越来越大嘛 对不对 那后年又爆发 因为明年 一亿多支 其实也不过是赚个全市场的 渗透率大概也不过是 10到15%而已喔 那就一亿多支喔 那 如果以后更多的话 对不对 从十几%渗透率到30% 对不对到50% 那到那里的话 当然就更强了 那个量还有好几倍成长的空间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新的市场 那就两个人有而已嘛 就只有两家而已嘛 对不对 一个是汇底 另外一个是神盾 好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就跟你讲 我一开始跟你说 那 那 你用这么小的市占率去算的话 就已经 可以贡献20了 这新的东西而已就贡献20喔 还要加上旧的东西 那更不要说 如果拿到更高的市占的话 那当然就更多 其实我觉得是会拿到更高的市占 因为 第一个它的成本优势嘛 那第二个它的技术 就是有突破 对技术有突破 那这就是为什么它拿到三星 A的认证 对 惠顶都还没有拿到 而且先拿到认证 就是因为技术上有突破嘛 那你技术比人家强 然后再加上 现在成本对不对 现在比BND 那明年不大爆发 那一定大爆发嘛 所以我觉得两层是 很保守很保守的假设啦 因为市场才两个嘛 那当然是要时间嘛 对 当然要时间嘛 那你一开始两层 然后再开始慢慢扩大嘛 对 两层三层 再来看五层嘛 对 我觉得这个是 所以那20是很保守的预估 对 很保守的预估 那市场就是一个全新的市场 就是这么大 对 就是这么大 那大家就是要用这个 就是要用这个嘛 因为第一个它的技术 可以到量产了嘛 那再来第二个 这东西有稳定嘛 那再来还有第三个 跟人脸辨识比起来 价钱差很多啦 所以那人脸辨识又被苹果卡住 所以一定是用这个嘛 那这市场 全市场这样加起来的话 当然是量非常大 而且旧已经通过认证啦 第一期就要出货 所以明年就笃定大成长 就会大成长 好 所以一开始就跟你讲 这爆发力非常强 对 爆发力十足啦 反正就非常强 所以你看最近就差很多了啦 对 最近又差很大 但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你看新的旧的差多少 十万八千里的 有没有 一起涨就是直接喷出了嘛 对不对 非常强嘛 对不对 然后创新高嘛 对不对 都公开跟你讲 那当然后来前两天拉回嘛 有个假立功嘛 那假立功我一开始就跟你说 我就跟你说是假的嘛 因为事实上就只有两家而已嘛 这个市场就是很大嘛 所以我就跟你说这真正的事实就是新市场 然后大的商机嘛 那大陆的指纹辨识 光学指纹辨识1.2到1.5一支 这刚开始而已 因为大陆全部是这么多嘛 那后面其实也都会换啦 后面也都会换啦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边会往上喷出嘛 对 公开说嘛 所以其实都公开讲啦 都是公开印证 那当然我买一点就跟你讲啦 就公开跟你说嘛 那你有一起的话 你当然知道那是买一点啦 那你就可以随便转了 所以涨的时候比别人强 对不对 拉回买一点我跟你讲 那后来你也印证啦 第二天就喷出了 有没有 昨天 有没有 开高走高涨停 开高震大走高 就没有低点了啦 那反正你被假立功洗掉的人 就都买不回来了 那就是这样子啊 那假立功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真买点嘛 假立功的反面就是真买点嘛 就让你上车的嘛 让你上车你就可以赚得更多啊 对不对 你上车的话 你昨天直接可以再多一根涨停 对不对 直接赚大钱 那今天指数跌嘛 对不对 跌108点了 那今天一样是继续赚嘛 对不对 差一档涨停 来 今天盘中是差一档涨停 那很快也要刷新新高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 这个是可观的潜在市场 这市场是非常大 那讲实在话就是 真的市场更大的商机 只有两个供应商 两个供应商 你怎么样都有一定的市占呢 因为正常来讲 供应链就要两个嘛 供应链本来就要两个 那你全部也只有两个 所以这两个是一定有 对不对 只是份额多少 那份额我一开始就讲了 你用两层去算都是20块钱 多出20块钱 用最小的份额去算都是这样 那更不要说份额大 对 如果拿的比例更大 就更不要讲了 所以其他还蛮有优势的 因为人家的东西就是先通过认证 先通过三星认证 那三星A系列要开始用 那A系列第一季就开始 那下半年的话 Note系列也会开始 那Note系列就是旗舰机了 那就是旗舰机种 那旗舰机种开始用的话 我跟你讲 那个就是更快 对 渗透明就更快 因为三星的旗舰机 都用下去的话 你其他的就更要快了 大陆四大重新厂就更要快 所以这就是趋势 对不对 这就是新的商机 简单讲也可以是说 少数在电子产业里面 明年大好的产业 简单讲就是这样 明年可以有这么大成长的 电子次产业 说起来真不多 所以这个三星A系列 加上下半年的Note Note系列明年下半年会有 那么Note9或Note10 其实都会 所以其实这个会非常非常强 那么惠里 500亿的市值 神盾140亿 差多少 市场就两个而已 就两个而已 那神盾还领先拿到三星的认证 还先过认证 先过认证 所以先开始出货 对不对 A系列就先开始出 对不对 现在技术还已经先通过了 对不对 还更强 那市值500亿跟140亿 你看差多少 所以这一定就是要喷出的 因为那个市值才是对的市值 因为那么大的市场商机里面 就只有两家可以做 你当然是要反应 而且明年怎么算都20几 所以都一定就是要喷出 就一定会大涨 所以你看其实新的跟旧的差很多吧 差很多嘛 你看看最近这段时间的神盾 你再看看其他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看像是最近的矽晶元 最近的被动元件 你看那一南一北差多少 对就差很大 这个原因就是资金在转 对资金在换 那资金就换到明年强的 明年要大成长了嘛 明年可以倍数成长的 被动元件不会嘛 矽晶元不会嘛 但神盾会 所以当然就是标股 这个你要注意 那后面会更快 因为钱会加速转 还会越来越快 所以现在其实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只是你选股的东西而已 只是你就得要换成新的而已 其实只差在讲 所以这后面的爆发力就非常大 那么500亿的市值跟145亿的市值 那么韩国三星A系列是领先拿到 那么下半年no系列 那也非常 也非常有可能 其实no系列应该也是要用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双击 那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数字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重点这就是一个可观的潜在市场 非常大的市场 市场只有两个人 两个人来分这个市场 你怎么分 都是非常肥 怎么分都非常肥 那当然惠鼎不会有神盾墙 因为惠鼎的市值就已经500了 但是神盾市值是145 所以这市值只有它的三分之一而已 只有三分之一的市值 当然这里就会开始激起之追 所以就会一路创新高 就一路往上 所以我才讲说你看多好 波段的买点 短线的加码点是不是都跟你讲 那不管哪一个都可以赚很多 波段的买点可以赚很多 短线加码点也不客气的 是不是昨天跟今天 昨天一根涨停 今天又快涨停 短线加码点一样漂亮 一样可以让你马上赚 所以你就锁定标股就对了 那还没有锁定好的 当然就是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那所以其实现在就是 买明年要大好的股票就对了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还会越来越明显 因为反正钱一定是从 明年没有那么好的换的好的 明年没有爆发的换到有爆发的 所以会越来越集中 会越来越强 所以你要想要赚大钱的就很简单 就直接跟上来就好 那当然你手上的持股 你如果有 你不知道怎么换的 那你可以一样打来 因为最重要的重点是 就带你一起赚钱 尤其是新的标股 所以还没跟上去的要把握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来看一看 你看到的都是 我在跟你讲新的标股 那后面会大涨的 那空间够大的股票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一起锁定 休息一下再回来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所以就是随力锁定后面的新标股 其实本来每一年你都要锁定新的东西 这是一定的道理 当然现在年底的时候更是这样 所以其实资金就是从旧的往新的走 而且非常明显 这个速度应该会越来越快 因为有些新题材的股票最近是非常的强 应该说怎么样都是比旧的东西强 再来到年底的时候就会更强 因为到最后一周的时候 法人就会开始加紧买明年新的东西 然后到年初外资回来的时候 也是要买新的 所以其实都是买明年好的股票 明年好的股票空间才会大 所以有些股票就一定要把握 那当然在整个喷出去之前的话 该买就一定要买好 好我们来看这是全球第一名的公司 那也是非常优质的公司 技术能力非常强 那法人最喜欢这周 毛利也领先别人 而且还是大幅领先 那而且毛利还在增加之中 第三季的毛利率呢 那又大增了4.24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核心能力非常强 获利也非常好 明年也有新的动能 也有新的东西 因为明年合并别的进来之后 营收跟获利就直接进去了 就直接进去了 所以明年的营收会成长 获利会成长 都会非常强 那其实这种公司就是法人最喜欢的 那法人最喜欢这周 所以现在就是一路锁定 那在整个喷出去之前 记得你该买就要买好 买好买满 然后准备赚大钱 好这个全球的龙头 那也有新动能 那航太医疗 其实还有汽车 那么会马上出来 就航太这里马上就会出来了 还有医疗跟汽车 那获利是非常非常强 因为今年就要大赚16块钱 那以龙头厂商来说 那就是15倍的本义币 所以其实现在是很大的空间 因为现在10倍左右而已 所以10倍到15倍就等于是5倍5成的空间 所以这种其实赚起来是最痛快 这种因为你都可以买得到 你可以买多 然后你可以一大段赚 这种赚起来就很痛快 就是很开心 所以我说你要把那个 后面要喷出去的股票买好就是这样 因为它不一定是每天 它不一定是每天涨 但是它就是会一直涨 它不一定要涨停 但是就是会一直涨 来你看南保就是这样子 南保也是第一名的公司 南保也是非常非常强 也是明年要大成长 有没有 就10块到123块钱 32块吧 那南保也是明年大成长 对不对 明年就10块钱 那明年10块钱股价 现在在前两天的时候 110几 其实你看它还是就很大的空间 那更何况 对不对 它获利能力有强 它也是一样第一名 也是一样第一名的公司 然后再来它也是一样 对不对 技术能力也强 然后也是一样有新的东西 那新的东西也是明年开始 然后再加上呢 对不对 它的筹码又集中 那这种都是很清楚就是 第一名的好公司 然后再加上动能又强的 然后本益比又偏低 所以它合理就会大涨 所以你看它其实它也没有在 它也没有每天涨停 但是它也是涨不停 对不对 它也是一直涨 对不对 你看这样一路上去 从90块钱上去 然后上去又到100 然后到110块 然后到120块 然后拉回震荡一下 然后震荡它又上去 对不对 昨天是不是就往上 然后今天就创新高 对不对 今天指数拉回 来今天创新高 那今天124是一样续创新高 有没有再创新高 所以其实重点是 它没有每天在涨停 但是问题它就是会一直涨 对不对 它不知不觉又创新高 然后你回来看的话 从90块钱到124 这样已经30几块了 对不对 这样已经30几块钱 在指数跌的时候 在别人跌的时候 在那些旧的东西 再往下跌的时候 新的就一路涨了 对不对 新的往上涨的时候 而且重点是你可以买得到买得多 可以买多少 要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这种更痛快 你知道其实最好就是这种 最好就是那种 可以让你买得多 可以让你买得到 然后又可以让你 直接赚一大段 对不对 三四十块钱随便你怎么赚 要赚多少就有多少 对不对 这种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可以让 很多大资金的人 可以买得很痛快 可以买得很开心 因为一次就三四十块 其实 那个也胜过很多股票 2% 3% 对不对 一次就一大段 然后一大段里面 你高兴怎么买就可以怎么买 然后有量有价 对不对 你要多少资金来做都OK 要多少都没有问题 小资金的话 你可以买得少 你可以直接压下去 大资金的人 那根不要讲 你几十张下去都没有问题 上百张也没问题 你怎么买 你都一样可以买得到 然后看得到买得到 然后又可以赚得到 所以这其实都非常强 那一二四创新高 所以我想这到后面 都会越来越强 也不会有什么低点 反正就会一路往上面调整 就是PE Rerating 会一直进行 它就一直持续 那PE Rerating 的东西 它不是在每天涨停 但它就是会一直涨 它就是会一小段时间过去以后 你回头一看说 差了二三十块 再回头一看的时候 可能三四十块 再回头一看的时候 不小心可能五六十块 那么就是这种走法 那种走法其实就最适合 你直接一口气再赚大钱 就可以一次大赚 所以我说明年好的股票锁定 真的要锁定 这重点就在一直提醒大家的 旧的换新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2018年 今天已经12月20号 所以距离2018 其实最后也剩下 没几个交易日 那当然进到新的一年的话 一定是旧换新 所以法然也这样做 所以现在盘其实就是 旧的换新的而已 对不对 明年没有那么强的股票 资金会渐渐出来 那往明年好的股票 所以现在盘就这个特色 对不对 就是旧的换成新的嘛 不好的换好的嘛 那明年不成长换成长的嘛 对不对 所以好坏差很多 那反过来讲 这其实好的 就有更大赚钱的空间 因为你要想那么多资金 那么多资金 后来后面 大家都要集中到好的 所以好的就更强 那就更容易分出 你拉回我马上去 上去后就大涨 对不对 然后就一路分出 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还没有跟上到块 那这个就是指的 后面的新题材新标股 所以新题材跟新标股 你就跟上就好 差异很大啦 对不对 真的差很多啦 你看指数是拉回 指数拉回 但是昨天神的涨停 有没有 所以我说 大家往后面好的地方走吧 明年获利要倍增了嘛 明年随便获利都要成长一倍的 就往这里走吧 有没有 所以昨天直接就涨停嘛 那我前一天就跟你讲 前一天就跟你讲 那里是买点嘛 是很漂亮的买点 你看那买点多好 那买点都是可以马上赚钱 那买点都是你买好之后 直接就给你一根涨停 然后今天又快要涨停 有没有 今天差一档涨停了 那非常非常强 那收盘是没有涨停很正常 因为今天指数跌108嘛 不过两天也快两根啊 你看是不是非常快 这就是差别啊 对不对 旧的换到新的啊 不好的换到好的嘛 对不对 今年题材已经反映过的 换到明年的新题材嘛 换到有空间的股票嘛 明年起跳就是二十几 这是随便现在怎么顾都是二十几啊 随便怎么顾都有啊 那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值啊 因为你还把旧的东西算上去嘛 你还要把后面下半年的那些东西加进去 那些都还没有加 那所以好啦 就算你用最保守的 最保守最保守的二十几块的EPS来说 IC设计空间非常大 对这还是IC设计 而且新市场 而且独占市场 因为全世界走了家 所以好坏差很多吧 是不是肉差很大 昨天跟今天就快两根长得一 这就是旧的跟新的差别 所以其实就是 就是一起来 把旧的换到新的了 你手上有旧的要换到新的 那你手上如果有明年成长性没有那么强的 当然要换到明年成长性好的股票 明年有爆巴力的股票 对明年空间够大的股票 我觉得你只要这样换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很快赚大钱 你都可以很直接赚大钱 你都可以马上赚啊 更的话如果我带着你的话 那当然更简单啊 因为买点来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嘛 就像事前讲一样嘛 对我跟你讲的波段的买点 短线的买点 破蛋的买点 是你买了之后 直接就可以赚大钱 短线的买点 你买了以后 快两根长得 所以就跟上来吧 就是新的标股啊 那重点就是就换新 然后呢 把后面成长力比较小的 换到成长力大的 然后新题材跟销估计 记得一定要把握 那都帮你准备好 你只要跟着 跟上来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还没有跟上 记得要把握了 现在全力锁定在后面的新标股 记得一起把握 一起来赚大钱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